广東省農業廳表示 经大陆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师傅姐 一份来自东莞市东城三鸟批发市场的极致样本 确认带有H7N9禽流感病毒 中国西安地铁三号线 今天凌晨2点40分发生摊坊事故 造成现场5人遭到活埋 其中2人被救出时已经遇难 其余3人仍在搜救当中 事故造成线路全线停工 事发原因目前不明 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披露 深冬为访江农滥用剧毒农药神农丹 农民心知肚明自己根本不吃 专家表示滥用神农丹会造成生姜农药残留超标 还会污染地下水 根据一项今天公布的私人部门调查 中国大陆四月服务业部门成长步伐 大幅走款至2011年8月以来最低点 为大陆复苏风险日渐升高的最新证据 新唐亚开电视总理报道